大家好 我是五仔 這一節又跟大家說一些 跟你們生活息息相關的話題 請大家給個like支持我們的廣播 今集說什麼呢? 網友大家好 今次跟大家說一下 有網民說 內地的經濟想高速回來 其中一件事就說 你搞混亂的東莞 這樣就包你怎麼當 全球世界各地的資金一定是可以回到 是不是真的呢? 這個情況 東莞究竟曾經經歷過什麼呢? 這麼厲害 說到連港商、外資都去這個地方設廠 是不是裡面有些神秘的魔力呢? 一起和大家研究一下東莞 有人說現在的環境 真是你見到自然勾勾的 那怎麼辦呢? 你說好像有幾年前那種光景 真的搶天共地 經常有人說外面過場陶醉 那究竟東莞在舊時有些什麼? 正東西 現在和大家一起研究 請大家給個like支持一下 當然很多香港人北上 其中一件事就是上去 沖個量踏過骨 開心一下 那時候 哪有這麼多人回去沖個量踏過骨 說再早之前 其實我不知道這段影片何時出 看到近期人民幣的匯率 跟港幣很接近一對一 其實之前的水位不同了 那是不是很多香港人馬上覺得很划算? 回到去花錢 消費 那為什麼我故意說回律呢? 又記得那時候 回到去內地消費的時候 那個水子不同的嘛 100元 100元港幣換到 1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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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忘記了 類似這些價錢 那時候人家很願意收我們港幣 我們一對一個人 就是我們虧 你看到後來的情景就不是 你日日港幣不值得 你給港幣我虧水 形勢不同了 但是回到那個年代 那時候內地五光十色 尤其是夜生活 有網民看到近期經濟數字出來之後 他就覺得 你想一些外資 撤離、上海、外國人都搬走 回到他們的國家做生意 你想他們的資金快點回流 其實很簡單 搞旺東莞 那怎樣搞旺東莞呢? 當然是把一些夜場 娛樂場所 那些酒吧 全部搞正 那是不是真的搞正 有人就說不用問 一定是 起碼香港那班也要湧上去 那究竟東莞那種夜生活 是不是真的好正呢? 有沒有人試過? 我不知道 有都不敢留言 其實我們見識過 也聽聞過 所謂的 其中一個很特別的服務 出名 真的 內地非常文明 就是管式服務 什麼叫管式服務? 其實就是那些夜場小姐 按照標準化為客人服務 東莞做過一些大量的 其實在幾多年前 都接近十年前 九年前 出現過一宗事件 就是在東莞有成六千個警力 對整個市的桑拿 竹肉娛樂場所進行這些檢查 而廣道說 一次檢查 厲害了 嘩 很多人 雷霆掃穴之後 就馬上 砰砰聲 就走光了 你可以想到 不是 惹小的 搞到 很多人又回到老家 有些就去了別處發展 而廣道說 由於這一次的行動 對東莞的打擊非常之大 那些酒店、酒水、什麼生意都沒有了 有人就覺得 東莞那種夜生活 其實以前很多之多彩 原來曾經養活了很多人 養活了多少人呢 超過30萬人 這些事情都很厲害 我這樣說 有人就說 其實 叫做東莞正的 有些老司機 一看東莞兩個字 會心微笑 有人就說 現在東莞也不好玩 那 真真正正好玩的年代都沒有了 真的 那時候 聽聞 不要說聽聞 也好 什麼都好 你上網找一些報道都知道 那時候 有幾多人 一收工 現在 一收工 一到假期就回去衝一人 我問他這麼早有派對 他問他要回東莞 我問他不用這麼急 他說不急了 不早了當然要急 四點幾 你知不知道 七點幾 沒了女生 我說不是吧 真的嗎 七點幾沒了女生 什麼事 其實說到在東莞 是超過三十萬名 做這一行的女生 在那裡 三十幾萬 你想想 沒有 不會吧 真的 他就這樣說 他試過一次 朋友 一群人 分批 有些人要做事 有些人要休息 那天沐浴跟衣 瀝乾水 聘請假 很興奮迎接那一晚 有多大丈夫的感覺 有些人特意早上去 上去 那時候 未有這麼厲害的 智能電話 Whatsapp 沒有這些東西 靠真的打個長途電話 這樣 上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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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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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行 很多人上去 分批 一上去 已經看到 你再遲些 沒有了 入了幾批 那時候 其中 為人尊尊樂道 就是那個虛陷程度 你去那些夜場 有一天 門口 就已經 幾排 不同的服務員 在你旁邊 插槍 有人就說 這一種 才是真正眼睛想旅行 為什麼這樣說 你一進去 你簡直自己 好像進了個皇宮 那樣 你完全感受到 你自己的皇帝 什麼後宮佳麗三千 你進去 每個人都對著你笑 對呀 其中一環是令人震撼的場景 就是 服務員 真的排隊列陣 然後 拘捕工 跟你說 晚上好 老闆晚上好 哇 你想想 你在南嶺那種虛榮 你完全找到自我 有人就說 迷失自己 找不到你可憐蟲的自卑 如果你真的有這些地方 那些人 整個男人 整個男人都回來了 那種感覺就是這裡 那當然 其中 裡面那些消費 即是說 玩樂消費玩意也很多 那 每一次 你進去那些 叫做 那些房 唱歌的卡拉OK房 很大間 又有DJ 你不會以為那些 那些 不是那些 那些 那些叫做服務員 其實也是那些服務員 為甚麼呢 幫你點一下歌 幫你點一下酒水 幫你點一下 野食 這樣招呼你 那些叫DJ 如果房大 分分鐘是兩個DJ 安排兩個服務員 那 收錢的 又要錢的 那時候 很多朋友 經常都說 今晚 去哪間 然後 這價錢很貴 那些DJ錢很貴 我經常都聽到 甚麼DJ 說甚麼 你們 很多暗號 術語 更加 場面是虛陷 有些人覺得 有夜生活的地方 自然經濟會好 這樣說 不是一定是行不行濕 不要想 只是看這件事 而是 等同香港一個問題 沒有夜生活 夜生活 你逛街吃飯 唱卡 看電影 喝酒 你還有很多 接一場 香港 為甚麼經常都說 不夜城 那些消遣活動 是 接著你 你想想 你在東莞的時候 有些人就說 不要搞 那些香港人 在上海 北上包義 東莞的廠妹等等 現在都搞 又出現了這些問題 老實 就算你現在不搞東莞廠 都一樣都有 很多 夜場 骨牆 都有 難不難保 生活模式 變了 有些人就去做其他事 又是 有些人就去城中村 有些人更加去城中村看 近期 明查暗房 無論深圳也好 廣州也好 有些人說 現在是幾十元 洗腳泡 城中村的洗腳泡 六十多元 洗腳 然後八幾元 另外那些 古靈精怪 另外服務收費 八幾元 好過去桑拿地方 骨牆 又貴又等 又要付小費 其實 你看到 東莞 這個地方 是一個很傳奇的地方 有人會這樣想 現在還有沒有人願意做 怎麼會沒有人願意做 那時候 幾多 他簡直是一條龍 酒店夜總會 夜總會 在一棟酒店裡面 好像澳門一樣 地面賭場 然後上去是房間 那時候東莞也是地面的夜總會 然後上面也是房間 一條龍 很多人在這裡 然後就很開心 玩完夜晚 正所謂吃 喝什麼睡 十一點睡 然後拖女兒上去 第二天就很開心 很滿意地回來 在東莞喝茶吃個包 第二天還去吃其他東西 我也過過這些日子 我也試過 看到朋友和朋友上去 晚上 我沒有試過喝水 我沒有試過 整天不喝水 下午上去 然後吃飯 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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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到冤賓難臭 都啪啪呼 有些跑去找姑娘 有些直接回到房間睡 喝到啪啪呼 到第二天 下午 在酒店大堂集合 睜開眼睛 喝茶 你以為真的喝茶 在茶樓叫啤酒喝 喝酒 喝完下午吃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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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辣到媽媽不認得 到下午才回到香港 到下午回到香港 我全身走 我沒有試過 一口水都沒有喝過 我一走 喝酒 吃點心 喝啤酒 你不要弄你一口水 你真是離譜 你只能跟香港人的生活 你去內地吃東西 買這些高點 男士就是這樣 多開心 玩到每個人都 這件事 的確是可以 有人說 其實男人很簡單 你做生意的很多都是男人 錢人女人 你有這兩件事就能做得到 當然 其實這個環境上 有人說 沒有可能 除非你把這件事合法才行 否則都不可以這樣做 有人說 什麼不可以 你看回 好像東莞在這麼多年前 九年前 做過一次這種雷霆掃月 之前 其實內地媒體都說過 那時候東莞有二千多間這些夜店 被譽為聖都 為何夜生活這麼豐富 就是當地政府 一隻眼開一隻眼閉之外 亦都令到客人很願意去消費 其實那時候 有很多都市傳說 又說什麼 湯死牛 又說成太 看到東莞那些 就沒有 那時候很多老闆 很多老闆上去玩 有些人經常都說 那句話 怕不怕 待會被人抓 很麻煩 經常有那些傳說 不怕 不怕 我們這些 說得好像拿正牌 那樣 總之有辦法 不會查我們 沒有問題 老闆什麼什麼 說得很厲害 經常都有這些不同的人 跟你說 總之放心 沒有問題 遇到事 包你一定走得掉 那些那些 很多人 開頭第一次是戰戰兢兢的 上去玩 玩熟了之後 真的沒有東西 又沒有茶牌又沒有其他 越玩越放蕩 那種感覺就好像你看大丈夫 那樣 那樣 梁家輝 夜場 很厲害 走啊 走啊 叫這些 其實這種環境 除了很多人去玩 開心之外 某程度上 真的 那個經濟 那裡 真的活躍得很厲害 養起了很多人 因為很多周邊的東西 你有食肆 年葵 真的 你有很多的服務員 事應 等等 清潔 很多人 真的保安 你想想 你建一棟酒店出來 他們都要找職員去打理 是不是 因為下面有夜店 所以有人覺得這一招 其實真的可以想得過 但是老實說 你拿正牌才行 有人就說 不開也沒用 這麼貴 你只看心靜的打骨 就知道 貴得媽媽都不認得 我記得去到晚期 聽回來 真的貴 有人就說 我這個價錢 我用什麼上去 我在馬郊玩 我還要吃京風散 因為那期到尾 其實是掃 那些人就說 過夜要兩千多元 聽回來 有些人就說 如果是 我這個價錢真的過門 可以了 起碼沒事 起碼整件事都安穩 不知道你又怎麼看 有些人就覺得 對 全世界都是靠這些 其中一個生意去刺激當地 經常都說 不是賭 不說毒 黃色事業 有些地方紅燈區合法化 那你是不是應該把環境 想辦法 其中一件事 刺激 那地方的經濟發展好呢 是否真的要靠這件事 有人就覺得 可能是一個負類 但是這些事情 就是題外話 我覺得 那些人一想起 以前在東莞那種生活 是的 如果有這樣的情景 我相信很多人都真的 走去 甚至分分鐘上去 住都不出奇 不知道你又覺得怎樣 說到這個 大家可能真的會懷面過去上陶醉 那怎樣都好 但是這些過了就成過了 搞經濟的事情 如果是靠這件事 我自己覺得 哈哈 真的大叫莫 好了 今集整天說到這裏 下次再說吧 拜拜